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热巴妈妈重男轻女 微信还拉黑女儿 原来都是热巴贪吃惹的货 上周跑男舞完美收官 迪丽热巴也完成了自己跑男的最后一战 热巴在老板杨幂的带领下 参演了很多电视剧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机身当红小花蛋行列 这次参加跑男 她的迪丽热血吃货的人设 也深受观众喜欢 甚至玩超原来的跑男女主杨颖 热巴精致的五官和完美的身材 一直被大家羡慕 可是有谁想到 这么一个完美的女神 居然遭到自己妈妈的嫌弃 热巴在节目中增爆料道 她妈妈怀着她的时候 产检说是男孩 可是生下来是个女孩 她的妈妈不喜欢女孩 所以从小把热巴当男孩养 小时候经常留很短的头发 甚至还留过板寸头 热巴现在成了大明星 可是谁想得到 妈妈对她的态度 一如既往的嫌弃 热巴收工后 想要吃妈妈做的肉多多的汤饭 可是妈妈居然直接把她拉黑了 哈哈哈哈 不过 我们耿直的热巴 还是站出来为妈妈说话了 原来都是因为热巴贪吃惹的货呀 妈妈是为了明天的午饭考虑呀 不过即使妈妈这么嫌弃 我们的热巴 她在遇到老板杨幂和妈妈 掉进水里先就谁这样的问题时 热巴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 蜜姐会游泳 哈哈 热巴真是机智又有孝心呀 不过 杨幂被自己培养出来的小花扎了心 不知道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呀 话说回来 没有不心疼孩子的妈妈 据剧组人员透露 热巴妈妈常常会来帮热巴收拾东西 可见这种嫌弃只是热巴和妈妈之间一种独特的相处方式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养成热巴这种讨喜性格 这么可爱又帅真的热巴 你们喜欢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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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